台湾跨界休旅大战正式登场 首先对决的将是只相隔一个月发表的丰田跨界压以及MGGS小型休旅 而丰田Yaris Cross也确定将在9月28日上市发表 根据目前经销端所传出来的消息 丰田跨界压将采1.5升汽油动力 氛围雅致、经典、豪华三种车型等级 售价预计将落在69-85万 也就是台湾引进的Yaris Cross 已经几乎笃定不会出现油电车型 另外入门版本也确定售价 渴望压在新台币六字头的价位 至于配备部分 台湾上市的丰田Yaris Cross预料将会有电子手刹车 TSS驾驶辅助系统 以及7寸数位仪表 至于9寸数位仪表以及全速域ACC巡航 很可能出现在高阶的豪华车型 但车道至终功能预料可能将会缺席 但一切还是要依照和台汽车公布的官方讯息为准 还有大家很关心的1.5升自然进气汽油引擎的马力数据 根据印尼当地动力数据 最大马力来到104匹 以及最大扭力14.08公斤米 搭配的是CVT变速箱 说不定台湾国产化版本的动力会有所提升 才能对抗强劲对手MGGS 但1.5升油电动力几乎已经确定出局 如果您对这辆全新丰田跨界压还不熟悉 以下就来简单聊聊它的起源 亚太规格的Toyote Yaris Cross 是一款由大发主导研发的中小型修旅车 采用了DNGA平台 它采用了品牌最新的Solid & Dynamic设计语言 外观看起来类似于缩小版的Highlander 最早是在印尼市场推出 汽油版的售价约为台币72万元起 油电版的售价约为台币91万元起 根据合理的推测 为了填补Toyote Yaris在台湾市场上的空白 并与丰田和泰自家的Corolla Cross进行定价区分 最有可能推出的是国产的汽油版车型 经销商表示台湾国产化Toyote Yaris Cross的规格配备 可能会与海外市场有所不同 最有可能的是更换为车美式主机 其他的具体变化还需要等待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 外界研判台湾版本亚太规格Toyote Yaris Cross 入门车型可能将搭配7寸数位仪表 电子手刹车 前后雷达以及6气囊 但9寸中央车机荧幕以及TSS主动安全 可能要到进阶版本才会配置 至于油电版本以及GR Sport车型 台湾可能不会上市 避免冲击到目前的销售神车Corolla Cross 但这只是外界研判 一切还是要以丰田总代理和台汽车官方宣布为准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持续关注中天车响家频道 我们下次见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地生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